呃...哈囉大家好 然後這是... 這是我第一次就是做這種教學tutorial的影片 然後其實沒有為什麼 只是之前因為我編Payphone之後有人想要我用教學 雖然我覺得譜應該還蠻單純的 沒有那麼複雜 但是還是有人希望我教 所以我之後就想說好 我錄完之後就順便錄一點東西來做一些教學這樣子 然後其實另外一個原因現在就是 呃...我... 這個影片拍完之後我才發現 它只錄到我的... 好像是因為那個相機不然往上翹 所以只錄到我的指板 然後沒有錄到我的手 那其實這首歌 有些技巧 嗯...還蠻奇怪的或蠻特別的 然後我就... 順便分享一下看就是一首歌 然後我怎麼編的 然後...呃... 它有一些什麼特殊的一些小小的一些trick在上面 OK 那首先我這次彈的這首歌叫做Wizard 然後是由Dream Theater 我是一個很喜歡的團 它所寫的 然後算是比較抒情一點的歌 然後... 它是在描述那種... 呃... 身為一個音樂創作家 靈感說... 靈感說... 呃...枯竭的那種感覺 那... 基本上這首歌... 可能... 你們不一定有聽過原曲 那...有的話你可以點點看連結 然後去聽一下 就打Wizard 然後Dream Theater 應該就會有 你如果不打Dream Theater 你可能會出現Minecraft的關鍵東西 真的...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OK 那基本上這首歌... 呃... 嗯... 好...我不放音樂了 但是...我不放音樂 但是基本上... 它開頭很單純 它整首歌主歌的地方... 就是這樣 就是開頭的地方 OK 那... 進入主歌之後呢 我採用就是這種... 呃... 五度音的方... 欸這是五度還八度? 好像是五度 五度音的方式去... 呃... 欸不是五... 對五度啦 然後... 去做... 呃... 腳踢 欸... 我要順便提到一件事情齁 就是... 我這次調弦法 是用Standard 然後... 第六弦... 轉到F 然後再加一格 所以聽起來像這樣 為什麼呢 因為這首歌 F跟Amice出現太多次了 然後每次如果你F都要這裡按按按 那其實很煩 然後加上我是手是受傷的 其實我... 沒辦法按F 我是按不了的 所以我就... 調弦一下 往上調個半音 這樣 OK 然後主歌之後就是 就是... 這樣 然後其實很單純 然後就... OK 然後... 呃... 進入副歌之後啊 就稍微做一些小變化就是 就慢慢開始刷起來 然後進入... prechorus這樣 然後就是那種... 巴菲音符這樣 然後... 然後... 我另外要提的是主歌哦 主歌有個地方... 我是這樣子的 它有些地方是來回 就是它彈第四弦 可是我是用獅子 它是這樣子的 這個是... 有時候可能會不習慣的地方 然後... 可是我在進... 有... 主唱的部分的時候 我是彈... 等一下有時候我是這樣 交替的啦 就是... 很隨性 但是... 主要是因為這樣不好彈 主要是因為... 呃... 就是這樣 又要彈主音 又要彈... 獅子 其實... 獅子又要彈... 很麻煩 然後來回這樣 第四弦... 第二弦那裡跑來跑去的 很羅里巴說的 然後... 我剛才講到副歌嘛 所以... 然後這樣... 然後最後呢... 進去主歌 那... 其實你可以做一些比較有情緒性的動作 比如說... 喔 OK 甚至你可以做一些這種 那我自己是沒有啦 那... 看你要不要做 隨便 然後另外要講的地方是... 呃... 這個... 中間會有一段弦樂的地方 這個能的話 稍微... 要有一點情感一點 我那時候錄音的時候 不算是錄得很好 那... 記得要有情感這樣 那... 就是那時候是那個... Mike Bornoi 打了一大堆 很花俏的過門之後 然後呢... 優美的旋律在那裡 其實... 他是... 算一段非常... 有點激昂的一個... 也不叫激昂 就是一個很... 令人興奮的一個... 一段旋律這樣子啊 比較像這樣 原來是這樣的東西 然後最後呢... 他會... 進去... 他最後會... 進去... 就是這樣... 就是一些比較 是分音符這樣 但就是鋼琴的伴奏 Jordan Ruther's 鋼琴伴奏 這樣非常優美 就可以把情緒放慢一點 然後最後這段solo算是比較麻煩的地方 因為一般木吉他手不太會練這東西 就是你要這樣子 我彈一次慢慢彈 那這樣 呃 那就彈完整一點是這樣是吧 呃 第一開始下去要很用力這樣 然後這個是 我先慢慢講 就是 他這個G和弦 A-Mine 這個卡另一下 然後F和弦 這樣 然後solo就變成 這個 轉彈 呃 看錯了 就是這樣子 然後 注意就是 就是 自發轉peaking 的時候要練一下 這樣 這樣 就是大概這樣部分吧 好 其他我猜應該就沒什麼問題了 所以 大概是這樣 那如果 如果你們之後其實想要聽我改編什麼歌 其實 跟我講一下我其實都蠻樂意 邊邊看的 因為其實 還沒有挑戰啊 蠻值得去邊邊看的 OK